我們要去看一下分享的那個招回的影片 那因為他招回不能拍啊 不給拍所以就只能用敘述的 看招回完沒有洗車 沒有人說他現在是沒有洗車了啦 可是我是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當天他其實他們的接待有跟我說明 他說因為上面沒有膠帶要洗 所以我們沒有幫你洗 他是這樣跟我講的我轉述喔 這個阿代可以作證 在接待室的時候他們的接待是說 因為上面沒有膠帶要洗車 所以我們沒有幫你洗 我們也不敢幫你亂洗 他是這樣講 所以就沒有洗 就這樣 我接收到訊息是這樣 不過這個東西是這樣 聽說 有人說這個Toyota很久之前就因為環保 打著環保說已經不幫客人洗車了 換成一些獎品啊或是點數啊 或是有的沒有的 可是應該是要問一下嘛 因為我也沒拿到什麼點數或是 禮品啊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是沒有啦 我是沒有啦 我是沒有 接收到這個訊息 那他如果有跟我講說 我們現在都沒有幫忙洗車 我們有把這個點數到你的戶頭裡 還是說我們換了口罩 給你 還是怎麼樣 那我就不會去講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講 有講就好了 我的人我不是 我們就不是要跟 怎麼樣 我們一個雜貨店小小YouTube 你是要跟大公司 上市上櫃 上駕上 我們是能給人家怎麼樣 對不對 我們沒有要怎麼樣 我們也不會怎麼樣 我們不能怎麼樣 沒有想怎麼樣 你說原廠洗車會多刮痕 那你也講 請問我可以幫你洗車嗎 因為有些車主怕會多刮痕 對不對 你有問我就 我說不要 那就是我說不要 這個很簡單啊 我不一定你愛洗我就說 我不是說我過賓還是什麼 沒有啊 你只要有跟我說 對不對 你跟我說 我們現在沒有洗車了 不好意思 還是怎麼樣 沒關係 你們現在規定沒洗就沒洗 對不對 我們的人 要去跟人拗的 對不對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們自己是服務業 我們不會去 欺負服務業 我說真的 我自己出去要買家具 買床 買什麼小 買 都一樣 大家都是服務業 我絕對不會刁難人家 真的 真的 他有跟我講 跟我不好意思 我還 拍影片泡他 我真的是 要黑他的 那我真的是我的問題 我認真講 但是真的沒有講 我只是要表達這個 我沒有說他一定要洗 他可以不要洗 他可以說我們現在規定都沒有洗 我們現在在省水 我們現在在環保 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接受到訊息 不是這樣 就真的不是這樣 對啊 回去保養也沒洗車 只有換 只有送口罩 對啊 我也沒有啊 不然你也可以跟我講說 我們本來有 這個送口罩 但是因為這是招回 不是回來保養 所以我們口罩沒有送 我也OK啊 我是這樣覺得啦 也沒關係嘛 你說不好意思 我們本來沒有洗車 但是我們本來是有換點數 或有送口罩 但是因為這是招回 不是保養 所以可能就沒有 那我就覺得OK啊 我覺得就是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這樣而已 反正就是這樣 那個插頭我已經不想要再 再弄人家了啦 我上次 那個安坑廠的那個接待 不知道後來怎麼樣了 我也是很不好意思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種事情死的 都因為是會打的人 絕對不可能是上面嘛 對不對 出事情的一定說會打 怎麼可能會有上面 對不對 所以 他拔不出來 我就沒有多說什麼了啦 我就小小翻一下白眼而已啦 因為他那個要解鎖才能拔嘛 你鎖起來的時候 他是拔不出來的 不然 青菜 就用白炒頭 換去炒他的 對不對 所以我大概靜靜的看他 然後我才 他說要 我看他真的撐不住 挺不住了 你知道嗎 我看他挺不住了 所以他說他要問一下人了 我只好介入 去解鎖了 把他拔出來 我也沒有多說什麼啊 投到尾就那個片段 我後面我也都沒有在講什麼 因為我怕等一下又弄到人家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要用 真的沒有那個意思要弄人家 Alan說招回才更 應該要洗車 那個我們不敢這樣想 我自己 做生意是覺得 很奇怪啦 我認真覺得啦 我真的認真覺得 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想 因為他 他 當初跟我聯繫是副廠長 他也很清楚 我就是拍影片的那個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就算你現在沒洗車 你應該要講一下 我是這樣認為 幹嘛要給人家一個 騎空 對不對 為什麼要給人家騎空 如果我是沒辦法騎空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啊